拖鞋藍的经典款小青蛙 这盆很大盆很大盆对不对 这盆是在一样这次田围买的 这盆这么大一盆呢 听说它比较容易开 而且开花线比较好 那这种小青蛙其实是一种原生种的品种 你可以看它的样子很可爱对不对 绿色的花 有人说像小青蛙一样 那为什么像青蛙呢 我还是有点搞不太清楚 好 那其实就是对我的那个眼睛看起来 它就一点都不像青蛙 但是它就是有小青蛙的别称 到底哪边像青蛙呢 好 那其实呢这种兰花呢 它很容易开很会开 现在也是它开花季 你可以看这个抽了三个梗 四个梗上来 所以其实这个开起来就有四梗 那如果种的好的话 明年会开更多 开更多 因为这种算是一个入门的品种 它不算是非常的难的品种 那给它就是它喜欢光线 所以其实没有斑的 没有斑的拖鞋缆都可以容许 比较强一点的光线 我发现 像关帽啦 或者是小青蛙这一类的 它的光线其实都可以容许到比较强 所以如果你在种植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有斑纹的通常我们认为 它的光线就比较中光以下 中光左右 那是这种没斑的 你可以放在 像我朋友在原子中 他把一些像没有斑的 之类的拖鞋缆 全部放在强光下 也是活的活蹦乱跳的 像关帽 像是菲律宾 像是 就是强光型的 你会没有斑 它把它放在 那个光线很强的东西下 跟蝴蝶兰 跟加勒蝶兰 长在一起 也是长得非常好 所以其实 这种 这种兰花很有趣 好 那你可以看它的花 其实已经来一颗了 这个是第二个花 第三个花 第四个花 那其实这一批 我觉得非常有趣 是它种的材质 它种的材质是 我们通常你去买 买那个 果然会看到的那个材质 就是种那个花生壳 花生壳 那种花生壳呢 好处是便宜啦 那坏处是它很容易坏掉 因为花生壳 它毕竟是一个有机物 它不像是 我们用石头啦 或者是用其他的材质 它毕竟是 比较算是有机物的东西 它比较容易 因为你浇水久了 它造成腐坏 腐蚀掉 所以呢 这个可能开花季完以后 就要换材质 你可以看它下面 是有花生壳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到时候 就要抽出来整个换材质 等到春天以后 它开完花以后 再来换材质 我应该会换成 蓝石之类的东西 就是比较久 可以撑比较久 当然这种的材质 随你换 有人种水草 有人种蓝石 有人种花生壳 有人种很多奇奇怪怪的材质 混材也有人在种 所以其实它没有那么限定材质 只要让它根系长得不错 兰花其实它可以接受材质 我觉得还蛮多的 并不一定要指定任何一种的材质 这是我觉得的状况下 那这种小青蛙呢 其实它算是一个平价的品种 在今年 去年我在台北花市 有买到非常便宜的价格 那今年在 这个是在田尾花市买的 也有买到非常便宜的价格 所以其实 而且很大盆 非常非常大盆 后面也是 这个是用那个塑料盆所种的 所以看起来就很像种法 就很像果然的种法 就很像那个 我们在种那个 绘兰型的种法 你可以看用塑料盆 然后用 用里头是用那个 花生壳 你可以看花生壳 对不对 那这两种的材质 混起来就很像在种果然 说不定这个是种果然的前辈所种出来的 也有可能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混着种 混着种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小青蛙 知名的品种之一 是小青蛙这一类有 大青蛙 中青蛙 小青蛙 然后也有很多的交配品种 所以其实如果有对脱西兰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种种看 虽然脱西兰相对在台湾 是比较冷门型的品种 那到底有人看到脱西兰就会觉得不好种 不好种 其实脱西兰不难种 而且它其实比较耐 那蛮适合懒人种植方法的 因为它其实对于 对于水分的要求 你只要浇水就好了 对水分要求 对肥料要求好像没这么大 那如果你真的不理它 要弄死它 也要许多许久的时间 它不像蝴蝶岸 你三天两条不浇水 它就它就软 叶子整个软掉给你看 脱西兰真的可以撑比较久 而且其实脱西兰它相对而言 它比较耐一些些 那其实我们一般的状况下 都会觉得脱西兰不是这么好种 主要的原因 其实很多脱西兰是高山品种 像一些台湾的品种系列的脱西兰 都是属于高山品种 那有些脱西兰也真的是比较怕热一些些 所以在我们的种植方面 通常会觉得是这样子 脱西兰会比较难种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脱西兰很容易死掉 大部分的概念都是这样子 那主要 我觉得脱西兰不太会死 但是它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不开花 那像台湾有很多像国外的品种 像玉女 金童 那其实有些夏天就过不了 但是过得了有些不开花 所以这个其实是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 那基本上这种小青蛙之类的算是一个入门种品种 如果你有兴趣脱西兰的话我还蛮建议你可以从这种简单的品种玩玩看 那这一颗的颜色呢其实没有到非常的深 没有到非常的深 如果你有机会去花式看到不同的个体 它每个个体的颜色都长得不太一样 那其实你看它这个比较漂亮是这个它有这个虚虚啦 有虚虚 那有些的脱西兰虚虚可以拉到非常的长 尤其到你的春季篮展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脱西兰出现 那有很多脱西兰它的花期很长 甚至这个花有时候可以撑到一两个月之久 那这种花季很长的花呢 然后它带着虚虚充满了质感 所以其实虚虚很长的脱西兰价格就非常的高 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那个虚虚长的 虚虚长的 那很漂亮的像有些会卷卷卷卷卷下来的那种 那种价格就高很多很多 那基本上呢 这种小青蛙算是底头低价的品种 算是便宜的品种 那其实它 你看它们都会用这种铁线把它架起来 因为它的花其实如果你不架起来 它是会东倒西歪的 所以比较 因为它是软软 这个是臭面才会硬直化 所以基本上如果它抽花孔上来的时候 我建议是你弄个铁丝 或者是一个铁线把它夹住 让它可以有一个撑上来的力道 这时候它就比较不会东倒西歪 比较不会东倒西歪 OK 所以这个很多芽 基本上来一个新芽会开一个新梗 所以基本上越多芽它开越多 那所以这个其实还有来新芽 甚至有机会还会再开新的 那小青蛙是这个 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店家是说这个小青蛙是比较常会开的个体 它不是像有些小青蛙是比较不会开 它比较会开 那所以呢还蛮期待 如果再把它种大一点的话 它有机会会开成怎么样子 这个是还蛮值得期待的 因为它的相影摊 现在已经有四根了 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它的明年 基本上如果种得好的话 它应该会翻倍 明年会翻倍才对 那翻倍的话 其实它的理论上 理论上它的花也会翻倍 我甚至有看到人家种这种拖鞋 可以开到十几根以上的 非常非常壮观 也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在种这个拖鞋的话 如果你今年种得好 像这种像大盆的 你今年种得好 明年会更大 那基本上还是要换一下材质 因为它下面还是以花生壳为主 因为花生壳真的是一个 比较容易坏掉的东西 这种东西 那它没把它撑这么久 你看这个已经开始 有点腐化的感觉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好这个是小青蛙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